內華達州民主黨州長史蒂夫·西索拉克宣布 內華達州要建立所謂的創新區計劃 這些區域將允許擁有大片土地的高科技公司 組建政府行使與願政府相同的權力 包括徵收稅收的權力 今個月九日 中共主席習近平將會親自出席 即將舉行的17加1領導人視像會議 但中東歐多國領導人對此並不感興趣 表示拒絕出席 打擊中共拉攏中東歐的努力 英國傳媒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遜最親密的顧問與中共關係密切 他曾代表英國政府幫助促成了 中共購買他在倫敦的紳士館地皮 而代表北京的地產公司向他支付了報酬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拉斯維加斯評論部近日報導 內華達州民主黨州長史蒂夫·西索拉克宣布 在內華達州要建立所謂的創新區計劃 吸引技術公司振興內華達州的經濟 這些區域將會允許擁有大片土地的公司組建政府 行使與願政府相同的權力 包括徵收稅收的能力 西索拉克表示 區塊鏈公司會在立法通過之後 在里諾爾東的地區開發智慧城市 區塊鏈公司是一間由加密貨幣百萬富翁 結乎李伯恩斯擁有的科技公司 2018年以1億7千萬美元的價格 購買了大約6萬7千英畝 未開發和沒有人居住的土地 根據該公司網站上的更新信息顯示 開發智慧城市項目 預計將會在2022年 在內華達州破土動工 自從2018年以來 區塊鏈公司和白恩斯本人 已經大量捐獻給政治候選人 2019年 白恩斯向該州民主黨捐款 在這些創新區 內華達州政府允許擁有大片土地的科技巨頭 可以組建政府 行使與各縣相同的權力 包括徵收稅款的權力 組建學區和法院 並提供政府服務的權力 州長經濟發展辦公室 將會監督這些區域的申請 這些區域將僅限於從事特定業務領域的公司 包括區塊鏈、自動技術、物聯網、機械人、 人工智能、無線、生物識別 和可再生資源技術 規劃要求會包括 申請人在某個縣內擁有至少78平方英里 即是大約202平方公里的未開發、無人居住的土地 但與任何城市、城鎮或稅收地區也是分開的 申請的公司將至少擁有2億5千萬美元 並計劃在10年之內 在其區域內再投資10億美元 這些區域最初將會在它所在縣的監督之下運行 但最終將會接管縣級職責 並成為獨立的縣政府 西索拉克是在1月19日發表的《周情之文》當中 提出這個概念 對此 美籍華人學者何青年評論表示 這樣成立新政府的門欄比較低 據福布斯雜誌近期的報導 比爾蓋茨從科技界退隱之後 一直在美國各地悄悄購買農田 目前已經擁有大約27萬英畝的農田 成為美國第一大私人農田所有者 以內華達州的這個新政策為例 按這個標準 比爾蓋茨就可以根據它擁有的土地數量 在美國成立很多政府 那麼中共在美國的白手套也可以如此操作 根據德國相報報導 儘管中共主席習近平將會親自出席 即將在9日舉行的17加1領導人視像會議 但中東歐多國領導人對此並不感興趣 表示拒絕出席 打擊中共拉攏中東歐的努力 德國相報引述外交圈消息報導說 立陶宛、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國家 與羅馬尼亞決定回絕中共的邀請 國家領導人將不會出席 最多只派較低階的官員與會 中共以經貿合作為名將祝國伸入中東歐 2012年起 每年與波蘭、捷克等中東歐16國領導人 進行高峰會 又稱為16加1合作 2019年希臘加入後擴大到17加1 知情人士指出 中東歐國家對17加1機制轉為官網 原因除了對中共的投資承諾 沒有兌現感到失望之外 也與今次峰會太過政治 缺乏經貿內容有關 因此雖然北京十分重視即將在9日登場的 17加1中共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並極力促成波羅的海國家指派高層官員與會 但由於多國與中共意見不一 至今仍未正式宣布峰會舉行的日期 17加1合作機制原本在歐洲就備受爭議 原因是歐盟國家擔心歐洲會被中共分化 歐盟網絡媒體Political Europe 報道 剛上任的愛沙尼亞總理卡拉斯通過發言人表示 寧可參與歐盟27加1的機制 也就是利用歐盟27國的共同策略來應對中國 觀察家認為 今年多位中東歐領導人拒絕出席 將會打擊中共拉攏中東歐的努力 據《星期日太吳士報》7日的一則調查新聞報道顯示 英國首相約翰遜最親密的顧問 烏德尼里斯特芬爵 代表英國政府幫助促成了中共 購買它在倫敦的紳士館地皮 而代表北京的地產公司 以及以2億5500萬英鎊出售該地皮的開發商 都支付了報酬給約翰遜的顧問烏德尼里斯特芬爵 當時的里斯特是外交部的非執行主管 他現在是約翰遜在首相府的首席戰略顧問 並在去年獲得了貴族身份 在2017年和2018年期間 受時任外交大臣約翰遜的任命 烏德尼里斯特芬爵就中國有意購買倫敦塔旁邊的歷史建築群 皇家造幣廠大院一事 與中國進行談判 該改建中的中國大使館將會成為世界上 最大的大使館之一 但目前涉及交易的兩家地產公司都堅稱 它沒有直接參與談判 不過當時在中共收購地皮成功幾個星期後的一次會議上 時任駐英國的中共大使劉曉明 感謝里斯特個人為促成這筆交易所做的努力 該報導還揭露 里斯特當時主導和中共官員的會談 獲得政府批准該項目和購買許可 而約翰遜就為自己爭取到一些關於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的保證 與此同時在今個星期稍後 英國國會議員將會就英國是否可以和被認為實施 種族滅絕的國家達成貿易協議進行投票 此舉直指中共對新疆維吾爾族的迫害 對此星期日泰吳士報說 在今個星期關於種族滅絕的投票之前 很多對中國持鷹派態度的議員認為 里斯特作為約翰遜的首席戰略顧問 是首相府內部阻礙首相轉變政策 採取明確的反對北京立場的最大阻礙 今日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